不只得拿掃把掃除自家地下室集水 还得24小时出动抽水机 这是半年前北市集台大直天塌后 周遭住户现在的日常 家里瓷砖一摸就掉 住户每天不只扫水还要扫瓷砖 造就不堪其扰 有钱人不过你是要怎么办 还是继续有新的 然后后来后续就没有再来看 我们家不确定 但有听说楼上的好像可能会去 先拿个赔偿金 燕见家里受损状况日益严重 住户抱怨犄态 却从去年十月十一月鉴定后 就再也不闻不问 而三月五号当地里长发出 赔偿说明会公告 定于三月十二号晚上召看说明会 邀请有意愿以之前三大济世公会 鉴定至赔偿金额为和解条件的民众来参加 更名文写到谢绝明代和媒体 尽管里长强调没有不让反对户参与会议 而议员则认为政府不敢让民众面对姬态 孤军奋战 基态大职坍塌案发生半年附近住户 不只长期生活在单惊受怕环境中 更要与庞大的基态建设长期抗战 就盼政府能更积极挺身相助 三月离开最后才有台北怎么的